亲密赵 私密日记虽然买断了 但是鲁绒刚连敲诈 他的事谁都不知道 这两次交易 对方都拒绝通话 一直用短信联系 他也无法判断 两次敲诈是不是同一个人所为 一头雾水的鲁绒刚 心里很不踏实 他甚至不知道黄天爱 到底留下了多少遗物 哪些遗物会与他有关 会不会还会有人 拿着遗物来敲诈他呢 好在对方守信用 拿了钱 没有出尔反尔 花钱消灾后 鲁绒刚的官是越做越大 2016年 他升任组织部副部长 进了省委大院 他想远离了是非之地 他应该可以清静了吧 谁知道 到省城上班才几天 他又收到黄天爱的遗物 一打黄天爱和他合作敛财的流水账付印件 与前几次一样 他只有花一千万元才能买断私密账本 因为到省城尚未站稳脚跟 鲁绒刚只好再次屈从 花高价把账本买下来 短短的几年间 鲁绒刚就被神秘人敲诈了三千万 他过去利用黄天爱充当白手套连取的钱财被炸光不说 连他在当地连的不义之财也被敲去了大部分 截二连三的敲诈 鲁绒刚甚至连敲诈者是谁都不知道 但是为了稀释宁人不出麻烦 他只能是一再隐忍 花钱买稳定 打掉牙 往肚子里咽 鲁绒刚一直想弄清楚 是谁这么猖狂 竟然敢如此地敲诈他 黄天爱已经死了 对方哪来那么多绝密资料 鲁绒刚暗中请人进行调查 花了不少心理 可就是查不出个头绪来 好在他被敲诈三千万后 对方似乎放过了他 让他安心地处理繁杂的政务 2016年12月 组织上传来消息 鲁绒刚即将被委认为组织部部长 然而就在组织上对鲁绒刚考察期间 那个幽灵的诈客又出现了 这次拿出来交易的东西 在鲁绒刚的眼里并不那么值钱 只不过是几张多年前 鲁绒刚和黄天爱在外地旅游时的亲密情侣照 不过对方要价不低 依旧是一千万 这次 陈金在即将进入省委常委干部序列喜悦中的鲁绒刚 没有居从 如今他的官做大了 靠这么几张照片就想敲诈他 扳倒他 他认为对方有点异想天开 而且他心里早就对这个幽灵一般的敲诈者恨之入骨 于是找到在公安局担任要职的一个警察朋友帮忙 准备将这个幽灵敲诈者揪出来 并让他彻底的闭嘴 为了稳住对方 鲁绒刚回短信答应愿意买断版权 几天后 乍客发来短信 叫鲁绒刚按短信提示进行交易 对方没有想到 这次鲁绒刚已经联合警方布下了天罗地网 当乍客出现后 警察是一拥而上 将其抓获 然而 让鲁绒刚万万想不到的是 这些年来 陆陆续续从他手里敲诈了三千万的幽灵 不是别人 而是几年前就已经死亡的黄天爱 当警察朋友向鲁绒刚报告这个情况时 鲁绒刚根本就不相信黄天爱还活着 直到他亲自跑到看守所任人 才确信黄天爱真的还活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医院不都出具了黄天爱的死亡证明了吗 他又是怎么复活的呢 原来 黄天爱在被鲁绒刚脅迫退出商圈后 跑到北京发展 没想到 在和朋友驾车外出时 车辆爆胎 黄天爱双腿骨折 一直是昏迷不醒 住进了重症监护室 据相关部门分析 黄天爱所驾驶的车辆车胎 遭到过人为性的破坏 清醒过来的黄天爱 立即意识到幕后的黑手就是鲁绒刚 黄天爱不由地动了心思 既然鲁绒刚绝情地把他往死里比 试图消除隐患 他也不用念及旧情了 他手里掌握着很多鲁绒刚违法乱纪的证据 每一项对鲁绒刚来说 都是致命的 他要利用这些证据 让鲁绒刚付出代价 想到明目张胆敲诈 会给自己惹来恨火 于是他决定让自己死亡 然后以知情者的身份暗中威胁鲁绒刚要钱 鲁绒刚顾及仕途 肯定会就范 于是 黄天爱找到在医院工作的老同学 没有费多大周折 就弄到了死亡证明 让妹妹黄林打电话给鲁绒刚 报告他已经死亡后 黄天爱就隐藏起来 开始按部就班的 向鲁绒刚发出一封封的匿名敲诈信 但是 黄天爱也没有想到 鲁绒刚棍是越揍越打 胆子也越来越打 最后竟然选择了报警 让他现出了原刑 然而 鲁绒刚的如意算盘是打错了 在进入法院调查阶段时 黄天爱把他给鲁绒刚 当白手套敛财的事 合盘突出 希望借此立功 得到法院的宽大处理 黄天爱此举 将鲁绒刚牵扯进来 进入纪委的视线 纪委组成调查组 对黄天爱交代的事实 进行暗中调查 先后将当地的房管局局长 开发局主任等16人双规 鲁绒刚违法乱纪的事实 一渐渐地被揭露出来 2017年6月3日 纪委发布消息称 鲁绒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并披露了鲁绒刚在任期间 大肆收受贿赂 人交易的内幕 朋友们 今天的故事到这儿 就画上了句号 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继续关注